上午11點半後的李老人共餐 在巡守對鋼廳熱鬧展開 志工們早就準備好美味菜餚 等著長輩們上門 因為再過幾天就是重陽節 這次新裝的光華獅子會 是送來10萬元的加菜金 而里長志工們一大早 還特地準備了豬腳、油飯還有紅蛋 現場還安排了議檢 提前跟長輩們歡慶重陽節 那我們真的很感謝說 我們今天獅子會來了很多的人 那那個感謝大家說 對這樣子的公益的一個支持 陳委員長陳委員長 老人共餐辦了非常多年 他不曾讓長輩支出過一塊錢 都是我們一些社會的主委來倒三缸 我們今天特別感謝光華獅子會 今天捐贈了10萬元 那來協助我們厚德禮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戲子厚德禮 來做這個老人共餐 因為是重陽節前夕 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油飯豬腳 都能一點點意思 不是很多經費 但是希望我們里長都把這個用到刀口上 非常高興我們光華獅子會 由我們黃敬榮 會長率領所有的師兄師嫂 來到我們戲子厚德禮 他們演在新莊 跑來這邊做社會舞 真的非常感動 因為獅子會就是起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今天他們來幫助我們老人 來做這個社會服務 當天菜色跟平常不一樣 志工們提早準備油飯 並且裝成一盒一盒 方便長輩們帶回家 現場包括戲子區長 獅子會成員們 都來和長輩們同樂 也親手將豬腳油飯 還有蘋果送到老人家的手中 現場幾斤的200多位的長輩 一起共襄盛舉反應熱烈 光華獅子會也允諾 明年會繼續支持 謝謝我們厚德禮這邊的里長 為我們安排這些老人家 然後讓我們覺得看到 覺得真的非常溫馨 以後我們光華會 一定會再繼續在這邊服務大家 我們里長很好 每個禮拜三都有煮老人餐給人家吃 感謝獅子會今天來贊助我們共餐 做重陽節做得很好 老人家都非常的高興 那今天老人來的特別多 知道我們光華獅子會 會長率領所有的師兄師嫂 歷領我們厚德禮 他們也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的意識 感謝我們所有的師兄 今天非常高興 所以說也非常感謝 他們帶來的新臺幣十萬元 來給我們做加菜金 真的非常感謝 厚德禮老人共餐這一半已經九年 固定每個星期三舉行 里長也感謝獅子會長期以來的支持 以及熱心志工的幫忙 當天每位長輩都有一份的煮腳油飯 讓老人家提前過重陽 就要求慧玲希子採訪報導 我們來做一次的煮腳油飯 我們來做一次的煮腳油飯 我們來做一次的煮腳油飯